另外两只长城和小鹏都是车股 很明显的 一只是传统车 一只是新势力 虽然近期长城是走得挺好的 因为炒了一些国策 也不只是受惠在新能源车里 传统车都有扣折税那些东西 但始终部阀 其实他们在传统车来说 长城和港区计算是走得很快的 但问题也不是完全是整只新能源车股 所以我想估值很难推得太高 但反观小鹏会是吸引一些 因为他都是新能源车的传统力为主 甚至乎他的质素 虽然可能以近期出的数据 未至于理想那么好 但小鹏其实也不是差 甚至乎如果未来这几个月 他能够是月军卖车的表现 是能够上升到过万部的楼上 我觉得其实对于股价 或者股值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 虽然我觉得如果你说三只去选 我觉得这只会是首选 但可以先等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下跌100元以下才去买 因为短期其实他行走的 range 就是大概挨近80元 去到大概81-82这些位附近 要等他真的突破这些位置了 所以你下跌100元以下 算是一个区间的中下方 才去买会比较好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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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